看子龙走了他又拐回去 真的好可怜啊 被赶的赶来赶去赶来赶去 这个装备实在是惨不忍惧 直接扑上去了吗 这波瑞文是对着龙女打 有点乱啊 伤害不能给龙女啊 没什么意思啊 现在瑞文应该是找机会去切一下后排 即使是换命都值 换命都值啊 对啊 看现在瑞文没有大招了 那么少了最关键的爆发 皮生笑了 发条这会儿的话 1600也是出的比较慢 1-3的战绩开具不利 经济受到一定前置 现在安妮手上是有一个闪现大招的 这波老干爹不要轻举妄动 这是真的要悠着点 安妮直接被晕到了 不会被秒吧 反手 安妮这个反先手打得不错 那么这波的话 老干爹感觉有点吃亏 不过这波老干爹还是杀掉人之后赶紧跑 子龙就跟BOSS一般的一个存在 蜘蛛 这波子龙有机会 双方是打了一个三换四 这一波其实还是老干爹有点太着急了 操作过急 如果说琴女闪现大招能够百分百 什么情况怎么样 这边 不会啊肯定是皮承 因为他皮承这边有点啊刚才有点作死 他们觉得自己两个人可以把这个皮承收掉 突然这个局势好像有 皮承引雪加红叉都已经做出来了 20分钟拿到这个装备 有两个buff 这一波 哇你看他回血好快啊 对他吸血吸的特别给力的 尤其是打出暴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没出暴击 看一下他的装备啊 等出暴击那一刀啊 啊这个皮承是六杠一杠四 哇你看他是要吃死亡神捏套吗 皮承这边的话破甲弓都离他不远了 这一波团战拿到了人头拿太多 皮承肥的不得了 本来三换四走掉就可以了 对啊 挺好的 其实他们还是想把那个皮承收掉 收不掉了 一估了皮承的伤害 对啊 奥巴马这边是出的银血剑 没有出三项 所以说爆发是要比三项低很多的 没有三项的那个特效 看看情侣妹妹 老干接着这个机会再拿一下龙 经济领先 直接是已经加大到了七千多 七千七八九 哎 这个瑞文又是 没有了 这个是骚扰一下 没有 小伙伴都跟上来了 看到这种血多的都不想去打他 太累了 龙女在这个版本强势的一点就是 特别肉 变成龙之后还有额外的护甲和魔炕 对 过一会他有一个加速 过一会他有个加速 对啊 对啊 所以觉得能杀他时候他的加速好了 你没技能了 那龙女就不想打他是不是 对 放弃 所以不能第一时间把叔叔给到龙女这样的英雄 刚才也是因为瑞文 打